民進黨提這個案子 他們在地立委是不反對的 2025非核家園 會得了嗎 我們台灣可不可以正常一點 你做不到的事你幹嘛吹牛啊 一路錯下去 你為了辯護升到電廠 你竟然說燒煤是乾淨的煤 你賴清德明明有跑去找柯文哲屁事密談 請問你 柯文哲沒有有球員 你找你在什麼 百分之百你賴清德 主動去拜託柯文哲的嗎 有那麼乾淨在什麼 賴清德為什麼糾結在這種小事情上面 你到底為什麼 你想說謊嘛 說謊說你的政策法夾彎 你也拜託咧 在怎樣的乾淨煤 他的致死率也是合得三百多倍 為了選舉轉折不能原諒的 為了蘇貞昌一個人要選舉 你就把它轉彎 老百姓不相信 當時升到電廠在國民黨時代 八次都沒一陪為什麼 要蓋升到電廠 有兩個立委 激烈反對 根本就不會過的嘛 一個是基隆立委 就現在的基隆市市長 另外一個是誰 就是當時的新北市的立委李慶華 兩個在地立委你反對 你說國民黨敢提這個案子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嘛 現在問題就是說 民進黨提這個案子 他們在地立委就不反對了 不管是基隆市的立委 跟我同中的蔡先生 他不反對 新北市的立委賴小姐 也沒有反對 你要先弄清楚這個事情 對啊 所以賴小姐沒有反對 這個 你們那個蔡先生也沒有反對 那他當然會推動得過啊 這是很簡單 你雲林縣的立委 這個劉建國在雲林縣 你在反對 你買反對的頭 你有反法的理念 可是問你是 哎好幾百公里外的 他反對起來當然沒力氣嘛 所以對於這個 政道電廠 那為什麼要要蓋 你很簡單嘛 就廢核四嘛 核一核二 核三通通要廚藝嘛 所以要2025非核家園嘛 2025什麼時候 後年啊 哇 馬上就到了 會得了嗎 我被問問環工學 不是要知道啊 對不對 不要講那種 我叫柯文哲講的一個道理 很有道理啦 他就是說 我們台灣可不可以正常一點 什麼叫正常一點 你做不到的事 你幹嘛吹牛啊 然後一路湊下去 一路湊下去啊 然後臨時再搞個 想一想說 國民黨時代有人 研議過的深澳電廠 拿起來用一用 好吧 那這個關鍵是在什麼 深澳電廠是燒煤的 你為了辯護深澳電廠 你竟然說燒煤是乾淨的煤 我不太懂 如果乾淨的煤 那個煤可不可以拿著洗衣服啊 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賴清德家裡 可以把那個煤洗衣服 我有同意啊 那證明給大家看嘛 那燒完了以後 整個空氣就污染到了 宜蘭 新北 汐止 再加上基隆嘛 還有台北市 即使隔著一個山頭 還是會污染的到嘛 那所以他才要不要跑去跟台北市長 柯溫哲嘛 屁事密談 好 你就把那個3月21號再擺進去 3月20號他剛講說若不見 北部未來會缺電 那3月21號就跑去告訴柯溫哲 如果你不支持乾的話 你北部會缺電 支持一下幫忙一下 對啊 你台北市長反對的話 我就很難 戲就很難唱了嘛 台北市長反對 你叫新北市長反不反對 當然因為反對嘛對不對 那基隆市長反不反對 北北基共同生活圈嘛 對嘛 那當然會反對 不然你反對的話 你行政院政策就推不動了嘛 所以你看到4月29號 還叫民進黨黨團全力支持 民進黨黨團過半數吧 他們一舉手都過了 管理什麼民眾黨 國民黨什麼時代力量 無關緊要嘛對不對 我們不是福音民主原則嗎 過半數的通過嗎 那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你賴清德 明明有跑去找柯溫哲屁事密談 請問你 柯溫哲沒有有求疑 你找你幹什麼 柯溫哲是說 你給我多一點預算嗎 也沒有啊 那表示說這個是百分之百 你賴清德主動去拜託柯溫哲的嘛 所以你才為所謂的 內閣團隊走訪台北市嘛 屁事密談嘛 就拜託柯溫哲不要反對嘛 這個事實就什麼好 好那個 又沒有人說 你們兩個在裡面幹嘛 對不對 你給我撇那麼乾淨幹什麼 不需要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柯溫哲當然 消遣你說你坐三分板凳嘛 好不好 我們測量一下 你到底就三分四分五分 你自己量嘛對不對 這個什麼好吵 你堂堂應該要選總統來 吵這個做幾分板凳有什麼好吵 一般來講我們坐沙發 其實男人也很少說大拉拉往後坐對不對 也都坐前面那一邊嘛 所以又不是在抽血架這兩個人 你一根我一根我們坐後面一點 這個男孩子習慣 你孩子不太懂對不對 談事情男孩子就坐得很前面 你看看所有的鏡頭都這樣子嘛 所以這個有什麼好爭的 第一個賴清德否認說 他跟他屁事密談 那屁事密談當成小房間裡面 屁事密談那大會議事不成 不很好笑 所以賴清德為什麼糾結在這種小事情上面 你到底為什麼 你想說謊嘛 說謊說你的政策法夾彎嘛 你柯文哲在中和講得很清楚 政策不是不能法夾彎 但你要給一個正當的理由嘛 你前面敲樓打鼓 他家要支持 那到最後突然之間轉彎 你是在幹什麼的 是因為下大雨 颱風來所以不能蓋嗎 這好像也不是嘛 那你說深奧電廠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怎麼突然間不能蓋 他說是關堂案 你也拜託了 關堂案跟深奧電廠 是同時在進行的計畫 那你行政院沒有想過說 兩個計畫只要一個嗎 對 沒有嗎 當然是有嘛 這兩個計畫他都要嘛 那為什麼深奧電廠突然間 選水到了啦 就是蘇貞昌 在八、九月間確定要選新北市市長 要跟侯友宜PK嘛 如果是人家問蘇貞昌 請問嘛 衝衝衝 你讓這個市場電廠要去嗎 他說我配合賴清德要去 他那北部的票市長掉了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就落選了嘛 那再來 第二個 為了他選新北市市長 就把一個評估很久 動員很久 說服很久 還要燒乾淨煤的電廠 能夠燒乾淨煤 對臺灣多珍貴啊 對不對 我不曉得黃工博士 有沒有念到這個乾淨煤 長得什麼樣 至少我沒看過啦 其實在怎樣的乾淨煤 它的致死率也是何能的 三百多倍 對啊 對啊 所以你看看嘛 你這個乾淨煤 你還沒燒給我們看 你就馬上說 關堂案如果過關 關堂 難道也不是什麼 就是一個天然氣轉接站而已嘛 對啊 跟美國買天然氣貴得要死 我們臺灣剝了好幾層皮 他們兩個可能比較沒有去計算 這種商業行為 美國來的天然氣 貴得不得了耶 沒錯 對不對 你看那個歐洲啊 這個買美國天然氣是四倍價錢 那你說我們臺灣會打折嗎 你沒想啊 所以你轉折是為了蘇貞娜轉折 是不能原諒的 為了選舉轉折不能原諒的 這個是重大的民生事情 並不是說 今天夜市擺在東邊 為了選舉你擺在西邊 那我無所謂 坦白講 你夜市你要擺在哪邊 跟我們重點 你是花了多少錢 要去蓋了一個深奧電廠 為了蘇貞昌一個人要選舉 你就把它轉彎 對 對 那你這個政策誰又會相信你啊 就像柯文哲講的啊 政府最大的問題就是 老百姓不相信你 對 那臺灣就運作不動了嘛 那現在你被劉建國嗆了以後 你又惱羞成怒了 他一定心裡很 哦 我是新潮流 我帶精準的新潮流耶 蘇貞昌跟你這個劉建國是同掛的耶 你為了你同掛 你還搞不清楚還來問我 我想他設計的設計在這裡啊